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花生的当饭食 我们的最积极 HKPLUT.COM 我是赤金海 大世界 像舞台 我也可畅游异光 风景看像至今深 为何在宇宙外独行 花生有 爱出走 出游沟鬼头 窮游 也风流 回来了 刚才我们就说了 我们要进入菲律宾的深海世界 就是海底世界 菲律宾 很多人都觉得是潜水的胜地 除了菲律宾之外 我想用其他国家做比较 因为你说泰国也好 除了泰国也没有比较 沖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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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是菲律宾的价钱又如何呢 其实如果只是考牌 它的价钱比香港便宜 可能是二千多元 便宜一倍 一来 一来 二来 是不是真的適合那季節的机票 是值得的 有很多因素 如果你看过 不排除 你有机会 可以 砌到价钱便宜 在香港考 又不奇怪 但是 不能说一定 方便快捷 始终在香港考 就会方便些 如果在潜水来说 考牌是一样的 在香港考 和菲律宾考 潜水来说 主要是有几个机构 P字头牌 S字头 N字头牌 有几个牌 它们几个牌 层次 出到国际都是认可 你考哪个派对的都没问题 但当然 P字头那个 可以说是大趋小 多数人都考过一间 哦 这样的 比如你去到菲律宾 有没有可以选择 例如我要考哪个牌 其实 如果你想考哪个牌子的牌 最好是上网稳定资料 因为每一间潜水的 resort 也有 背着一间牌子 来做 他做了P牌 你忽然之间想 我不是 我喜欢考N牌 他就未必有教练 明白 因为他那个教练 本身是什么牌子 他给你就要是那个牌子 就不可以说 我给你另一个牌子 就不可以这样 所以如果你真的很特别 有没有一个牌子 我一定要跟那家人学 最好上网稳定资料 我想未必是很多人 都会对考教练牌子有兴趣 但如果你说自己玩的 纯粹是自己玩的 其实有什么选择 其实分别在哪里呢 如果你是没有试过玩潜水 或者想试试 究竟水底的感觉是怎样 其实我觉得 你去到一个地方的时候 最好自己去考察一下 譬如你经过那些店铺 你可以看一下 其实店铺的楼面 是否真的端正 或者用那些用具 新不新正的 或是整个穿洞 你自己真的要去看一看 或者有时间的 最好在出发之前 可以上网看其他人的评价 最好 最好不要贪 那家最便宜 便宜那家 最好去看清楚 正路才好 付钱去做 因为有时这个行头 都有些挺参差的 每一个行头都是 也有些好好的 或者是好不好的 一定有些人出来吃饭 非牟利 最好自己看不熟 看多些其他人的讨论 或者找人介绍一下哪些好 因为始终潜水 可能会有一个轻微的危险性 虽然我觉得真的很轻微 但最好如果做什么活动之前 做多些资料搜集 都是一件好事 是 你刚才说很多东西都是上网找 资讯如何来 如何上网找 其实我刚刚说 潜水有几个最主要的潜水机构 即是P字头来说 他们其实是有分一些潜水resort 他们是可以分一些grading 譬如是这间 有grading 是的 是我们5 star的recommend resort 或者是这几间 只是做到3 star 他们有分一个grading 当然越高的五星级为之 就是他们最推薦最好质素的潜水公司 或者潜水resort 即是这个grading 就是说它的 quality 还是说服务呢 如果这样说 是由于全球来说 全球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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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它有些grading 可以参考到 那你就封箭尤人 或者你自己去看看 究竟我这个三星的 我可不可以接受得到 还是不是的 我也是要稳妥一点 或者豪华一点 要找个五星的去报名 比如有些网 好像chip advisor那些 那些又可不可靠呢 其实那些是 其实我自己也有写的 你也在里面写的 是的 我自己也有写 是吧 因为我看到 你就这样找 你也看到 Philippines diving resource 其实已经有一堆 给你看到 还有那些comments 那些刚才所谓的grading 就是你看那些 所谓comments 其实都是一个指标 所以大家去chip advisor 都可以做到一个reference 其实也是 好了 因为其实也有很多recommendation 就是说 如果在菲律宾来说 实大的diving resort 是哪几间 我不想当我是一个很懒的人 我纯粹是 闭上眼睛 我纯粹找个地方 有哪个地方 譬如我第一次去 想玩潜水 去哪个地方是比较安全的 譬如宿墓 是不是大致上 都衰竭有个谱 好像刚才所谓 其实我觉得宿墓是一个 我挺推介 没试过潜水 但是想玩潜水 或者浮潜 即是比基因呐是很理想的 比基因呐是很理想的 我觉得很理想 一来方便 它有直航 飞机 一去到宿墓 可能只不过是 大概十分钟的车程 已经可以去到潜水的resort 如果你不去外岛的话 即是在物餐岸那边 就已经一辣的潜水resort 你可以选择 而那边在宿墓 而且它选择多 多啊 很多啊 是啊 而它就算在宿墓 沿岸边的水质 都已经不差了 而且它没有什么水流 那些问题的影响 即是水是安全的 全体都算是 都是一个平静水 是 就算有些水流 都是一些很微 不会很大影响的水流 水又清 所以其实我觉得 挺适合第一次去玩的人 试一下 但是不是真的没有什么 旅游风险呢 如果去宿墓的话 其实我去过很多次 我想宿墓我都去过 四五次了 我没记错 应该四五次不少过 是啊 是啊 我至今 这么多次都是自由行的 是啊 只是女生去也有 一群朋友一起去也有 乘的士 或是已经包了车 都试过 Touchwood 至今都没试过 遇到什么问题 嗯 骗钱的也没什么 是 当我没去过宿墓 菲律宾 如果我是有一个星期假期的 有七天的 你会怎样推荐一个行程呢 如果七天去宿墓 要看看你想不想玩外渡 因为菲律宾是一个 即是所谓的 是因为菲律宾是一个千岛国 每一个地方都有很多小的岛序去维折它 当然是有开发了 有未开发的岛 要看看你是想 你是一个挺advanced的旅游家 有些人很喜欢去一些 未开发的 没有人打过卡的地方 大有岛序 或者你觉得 哎呀不行 这些荒山东西我不可以 我要去一些很大的岛 有很多很多选择 但是我自己的感觉就是 菲律宾 基本上 沿岸任何大岛 小也好 不过海的质量都是一流的 即是无论你那个地方是开发了 甚至未开发 未开发更漂亮 即是水的水质 水的质量 都是很好的 即是这样说 即是无论你怎么可以这样说 即是可以这样说 即是变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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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有些可以抵受到原始文明的 可以去一些原始的地方 有些城市人不行 有好城市的地方 也有的 但始终对潜水的水是没有影响的 即使我在比较旺的 例如宿武市 都仍然可以找到一些很好的潜水性地 是的 即使在宿武市沿海 你都很近的距离 可能船程十分钟十五分钟的船程 已经可以看到沉船 看到二次大战的战机 不是很吸引 宿武有很多这些 你想想 那么初級 就已经看到这些 我们经常想要很高级 要潜到很深才看到 不用 其实那只战机 就是以前二战打下来 但不是在那个位置尋 就是在陆地搬下去 放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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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那是一个很出名的 很多人下去拍照的地方 那真是不错 我经常觉得 如果大家是初学的也好 你是有经验的也好 当然了 如果你是一个没有牌的人 就不会带你去这些地方 当然了 至少我会觉得 覆盖面很阔 如果我们去宿武 你初级也可以 高级也可以 有经验也可以 没有经验也可以 甚至我不懂 像你刚才所说 有人带你去一个体验 那也可以很吸引 是的 其实他要潜水玩的地区 他也有 你要一些很高深的 很深水的 他也有 其实他那个 是挺多样化的 是 而且所有潜水的地方 或者岛的距离 都不是远 你不用每一下 都要搭两个小时 才能去到一个地方 潜一次 又一会又要上来 那这个也很重要 很重要 因为那个车程和船程 是的 譬如你们去菲律宾潜水 一天会潜多少个潜水 其实书本上 建议你一天潜两个就好下班了 但是我们有时 实际上 是的 时间把握得好些 是的 预计得好些 早一点起床 晚一点睡觉 其实都可以 四至五个都可以 是的 因为潜水和潜水之间 你不能连续地潜 你每潜完一支瓶 那你上水 其实是有一个 你要休息的时间 把身体的淡气排出 才可以潜第二个 所以时间是 你遇到潜了一小时 要休息一小时 才可以再接近第二支 你才可以吃饭 即是午餐 才可以再潜 其实时间 不是说你有多能力 你可以潜一支 而是你多早起床 多晚去睡 就是摊头的时间 如果你变成船程短 容易去到的地方 就可以潜多一点 是 没错 那也真的不错 菲律宾 而且你有时你搭飞机 去一些地方的时候 你就想尽量可以 去多些地方 当然 是 那个感觉 你早点起床 早点起床 晚点睡就晚点睡 另外一个问题 我想问 因为你说千岛国 菲律宾 是 它有没有一些 好像 这个 买代夫的AirTaxe 这样被你飽覽很多不同的群岛 在上面的网络 有没有这些便宜的呢 这样我又没有接触过 因为在买同复兴的 其实是 在菲律宾 如果你想搭一些水上飞机 去某一些路面的岛 其实是有的 但是你说有没有 不是很普通 不是很普通 不多 是啊 这个真的听得不到 我估计就是这么说的反应 菲律宾仍然还是比较原始 还没有开发 甚至在旅游发展 还没有很大力 跟马尔代夫比较 两个世界 是啊 马尔代夫已经发展得太完善了 是啊 虽然它好像很原始 但其实你背后不是原始 很多东西 面子好像原始 带你水上屋 根本有很多东西 很多东西有人招呼你 那些工具非常充足 服务非常好 你说是不是原始 整个感觉已经不是原始 可能你是一个很原始的岛 但你不是一个原始的感觉 而菲律宾相对地来说 仍然保持到这种感觉 或者再说远一点 因为我看到巴拉网 很多人都觉得是 帕拉网 是的 其实也是不错的 帕拉网 一个我还没去过 你还没去过的 但是我很想去 是吗 因为帕拉网 它有一个沙滩 叫做El Lindo 是的 我还没去过 但是我没有记错 它是 这几年 那些外国网站 都推举它为其中一个 十大沙滩的三大之首 其中一个最漂亮的沙滩 另外帕拉网 也是一个很出名的潜水的地方 它是一个叫做Coron的地方 很多看二次大战 打沉了的沉船 我以为是这样的 是的 帕拉网是一个很出名的地方 但是是不是比较贵一些呢 其实它在菲律宾始终也不是很贵 但问题是去帕拉网 是一个复杂性 因为香港是没有直接飞机去帕拉网的 你一定要去转机 你一是在马尼拉转机 再飞到帕拉网那里 你去帕拉网的时候 再要搭多三四个小时的车 再转船才能去到 Ellindo 称之为世外桃源的山坑 Ellindo是整个巴拉网的哪一部分 最上面 真的好长的 Ellindo 是外岛还是本岛 是外岛 是外岛 它应该在最上北面 再离开一点点 它的转舵是Ellindo 我只见到一个叫卡布尼 是 Ellindo也未见到 那是一个沙滩 沙滩 很出名 很多外国人已经发挥 怎样串 Ellindo 其实要去巴拉网岛 是不是要在马尼拉转机员 是 没有直行 这个当然 但是班次也不多 就是不多 哎呀 所以就是在世外桃源 没有人去 也是这样说 都是那个道理 要多加假期才行 是啊 嗯 嗯 我见到Ellindo 终于 这个我又是觉得 又是另一个天堂 沙滩就没有 这个 马尼代夫那么白 哈哈 但是都 呃 不啊 我都像这个 真的像 真的像这个什么 嗯 真的像西湾 大郎西湾 真的像 所以见到你的屏幕 我也是觉得 我第一个感觉是 像西湾 大陆西湾 真的 是啊 还要少人一点 对 Ellindo 大家想知道Ellindo是怎么样 可以去大陆西湾感受一下 哈哈 如果去西贡 真的三点前 还有船可以去到的 其实是 Ellindo 但是中间那边 我见到一个很神秘的岛 那个叫做 卡加燕群岛 那个叫做 卡加燕群岛 那个叫做 但是我见到是很漂亮的 就是说那些 珊瑚 潜水性地 这个地方 有柏陋湾是出名的 但是它不是巴拉望本岛 但是它是中间的一个岛 还有很小的岛 就是一个礁岛 很多小鳥 飞来飞去 跟着有些行山 是这样的地方 我猜如果你真的 你在地图上不停地设计它的岛 我想每个都是世外桃园 所以现在反映到菲律宾 很漂亮 所以千岛之国 不是说笑的 而且它所谓千岛之国 因为它有很多山 多岛之余 它还有很多山 所以你看到 那些桂林那类的景色 或者你在越南的河内 看到很多山连住 然后又有很多岛 然后你捐一艘船 那个叫做 那个桂林那种景色 我见到很多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越南也有河内区 夏龙湾 夏龙湾 那种景色 不是他们的privilege 我猜 其实你说越南和菲律宾 可能在石质上面 我不懂 老实说 我们纯粹凭你现在去看 那为什么找到那种相似的山 那种海 那种相似 可能在地学变动之前 可能在一起 不知道会不会 所以如果你说性价比来说 我真的觉得菲律宾真是 好像比越南好 越南 因为上次我听Horman说 真的很危险 整天中招又被人撒嬌 整天被人骗嬌 其实我又觉得去到哪里都有 只不过你说中招的机会多不多 而且我们曾经也说过 为什么有些人常常会中招 有些人又没什么中招 什么前场的问题 我觉得看样子 就是贾仔会看样子 就是你胸神 我实际就不敢过来 可能 但猿人他常常都会融入自己在当地 又喜欢穿到难身难世 但都中招 所以就不明白 还有在我们印象之中 猿人也是一个高手 就是一个旅行的老手 但是他去到旅行 都好像有些东西 所以有时候真的不太明白 所以有时候都要看人缘 但是我们其实你说 你去过这么多次 都没试过中过大摩东西 只是撞鬼 我真的没试过 最大摩是撞鬼 我也不觉得很大摩 但是见过了 就是大家相处过 相处过六日午夜 都是平安过渡的 也没有不见钱 也没有头昏生气 也没事 看菲律宾这么差 但我真的想 还有些时间 想回答一下 菲律宾的海底世界 其实是 如果你看山湖来说 其实 可不可以 怎样形容给我们 因为其实我们 都不是说 我的经验 我也是浮潜 你说潜水 没什么 但是你去菲律宾 是不是真的 他有自己独特的迷人之处 你经常去的 其实我也很喜欢四围去潜水 就是菲律宾 但是最后我也是 选回菲律宾 最主要是菲律宾一来近 去香港 机票便宜 机票便宜 时间又短 如果去宿母 去宿母 我想到2000多元 2000多元 可能计法和台湾差不多 那你如果是high season 台湾1000多元 如果台湾1000多元 如果公道一点 我刚刚暑假都算high season 我也是买CX 都是2000多元 如果去布吉 你真的四五千元也有 是啊 古老港龙很贵 我也觉得 为什么这么贵 完全不合理 2000多元high season 那真是ok的 还要upgrade我 我购买了 我开心了 那真的 你这个trip 赚光了 真的赚光了 机票便宜 时间又短 飞过去 而且 我觉得那些人 全体都很nice 笑容是很充足的 即使你星期日 在香港 你看到那些姐姐 笑容也是很灿烂 你会感觉到他们真心地笑出来 而不是因为你 阿鸿 他们对着你笑的 那种感觉 这个很重要的 我刚才也说了 就算你的酒店多好也好 但如果那些人不行 那你总是欠一大截 但如果你这么说 至少去到 我看到那些菲律賓人 全部都真心的 他们真心笑 真的真心笑 不是说我们现在 进去寿司店 或者进去日本餐厅 那些数码录音机 是自动开的 那些 即是完全不真心 即是我们已经生活 在这些不真心的地方 稍微去到那些 有点真心 我们已经觉得很灿烂 原来菲律賓人 可以给我们 有一个真心的体验 我刚刚在菲律賓 那一个月的时候 我不是每天都会有水潜 你一个月做了些什么 其实有一半是上堂 因为上堂的形式 就是我跟着潜水店的老闆 有客人的时候 我会帮他一起跟着他学 他怎样带潜水的客人去潜水 同时他怎样去矯正我 做一些适合要做的东西 那些姿势等等 他怎样去跟客人沟通 或者在潜水技术上的改进 即是你这个月也觉得很充实 很充实 还是会觉得很闷 会不会悶的 其实我那个 因为潜水老闆 通常都怕我会 香港人这么繁忙 是呀 我们会常常觉得 香港人去到菲律賓 是呀 很闷 他那时问我 有没有兴趣过去 深造一下潜水的时候 他都说你怕不怕闷 其实我那个答复就是 其实我个人都很闷得闷 是呀 那都可以 是呀 是呀 带个电脑 带几本书去我 就可以过日晨了 我个人不是很需要那些 整天都要出街 是 是 即是逛街看器吃饭 是呀 如果没有饭吃 没有街上走就不行 是呀 就是看书 休息一下 我个人都很满足 香港人很需要这些 是呀 有时你被工作太奴役了 你没有了自己的心目中的想法 或者就算有的 你都不记得了 是呀 哎呀 很吸引 所以就 大家都心里有数 如果你说 即是来着冬天的时候 其实去 现在来着冬天去宿武都可以 可以 即是聖诞假 全部都是 即是没有季节性的 譬如潜水 或者那里 好像泰国那样 即是没有季节性 譬如我们冬天聖诞节去 那些仍然夏天可以潜水 但是聖诞节 可能有机会贵少少 因为菲律宾都是一个天主教的国家 正常的 正常的 去全世界聖诞节都贵的 不用说了 是呀 真的不错 即是过完了今晚 有点打动我 打动我 刚才开始 我都说 我心怯怯言 讲不讲这个题好 即是菲律宾 国仇家恨 整天在我心里 那条尺子都拔不开 但今晚听了Anna 讲完之后 即是有改观 对我来说是有改观的 你说是否很危险 我现在直接搜索了 好 听听曹总有什么搜索了 现在我搜索了 菲律宾航空公司 在聖诞假月end 如果去的话 3500元左右 那不是去到2000多元便宜 但最便宜的机票是3500元左右 那已经是聖诞 聖诞 你这家已经不是最便宜的那家 是吗 最便宜的那家是哪家 可以说的 最便宜的那家叫做 Sibu Pacific 宿武太平洋 宿武太平洋 我经常听到有朋友都是坐这家 是否真的最便宜的 宿武航空我找到 不明白 叫做Sibu Pacific 是吗 是吗 死了找不到 可能他洗个头没有做 我看到 其实他在菲律宾市场占有率高 是吗 因为他很多的外島 山加拉島都只是不具菲 即是他会服用山加拉島 是的 即是大城市 你坐国泰 你坐菲律宾航空当然没问题 是 是 但是Sibu Pacific 就是念航 没有餐食 但便宜漂亮 经常出批评 是否凌晨机 凌晨机有 是的 我曾经听过朋友说 他就是取得很盡的那些 就是凌晨机去 是的 是的 那我现在又去试一下 研究一下Sibu Pacific 就是好像香港某些航空 常常都偏僻撒一些批评 几十元就可以来回 那简单来说 是否这间航空公司 就是你们潜水人的一间 最喜爱的其中一间航空公司 可以这么说 嗯 如果大家想去菲律宾 又想在预算上 再调低一点的时候 大家要留意这间 Sibu Pacific 看看会不会 找到大家 那些 合心水的机票 糟了 我看到香港Express 找不到 好像还没有 去官网可以订的 可以 我通常都是上网订的 嗯 嗯 嗯 那好吧 那好 那多谢Siana 好 多谢你和我们分享这个潜水 谢谢大家